大家好,我是李云飞,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让你的人生少走弯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个话题,人到中年,下半场最好的活法就是给自己做好这三种减法 人生的上半场我们已经过去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高昂还是低落,一切都过去了 下半场我们要如何活出自我,活得精彩才更加重要 上半场我们都在不断的做加法,下半场我们就要不断的做减法 学会给自己的人生做好以下这三种减法,我们的下半场才会活得更加的从容,也会更加的睿智 第一,给欲望做减法,舍得放下,我爱人和我讲了一个他们村子里面真实发生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村子里面有一位老人在生命垂危即将离世之际 他的亲人去看望他,给了他一百元的红包,以示极力 结果没想到这位老人接过这一百元的红包自然就塞到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搞得众人是破踢为笑 你看,一位即将离世的老人都还在恋恋不忘他的钱财 一辈子都没活得明白 那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学会放下一切的明和力 我们要懂得舍得,不计较,不比较 明白啊,钱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够生活就好 正所谓,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那余生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天 我们何必要把自己的内心的欲望塞得满满的呢 一辈子这么患得患失呢 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懂得给自己的欲望做减法 放下对钱财过多的奢望 我们才会活得更加的从容和淡定 才会活出精彩和尊严 第二,给圈子做减法 人尽心尽,人生的上半场,我们都在为别人而活着 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就要懂得为自己而活着 学会呢,给自己的圈子做减法 不混圈子,不凑热了 无效的社交,我们就不要去应酬了 无效的人脉,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联系了 人尽了,心也自然就会尽了 人到中年,学会独处,静静的享受生活 这才是生活的最高品质 不想被别人打扰,也不想去打扰别人 爱因斯坦说过,孤独对年轻人而言是痛苦的 但对于成熟的人而言,则是愉快的 梭罗也说过,我认为长时间可以独自一个人是有益生心的 与他人共处,即使是良友,也会因为疲惫而渐渐的变得无趣 享受孤独感,我实在找不到比孤独更好的朋友了 中年以后,孤独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懂得给自己的圈子做减法 学会面对孤单,享受孤独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我 第三,给身体做减法,一切归本 人生几十年,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明白 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朋友,为了亲人,为了孩子 当然不是,人只为自己而活着 懂得了所有的名和利都是浮云 得和失,鲜花和掌声都不如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加重要 上半场,我们都在用命在换钱 下半场,我们终于懂得了,命可以换钱,但钱换不了命 身体的健康才是我们唯一的财富 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德国哲学家舒本华说过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 富兰克林也说过 保持健康,这才是对自己的义务 甚至也是对社会的义务 所以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懂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减法 不勉强自己,不苛求自己,不逞强自己 人到中年,我们人生下半场最好的活法呀 就是给自己做好以上的三种减法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